以前以后走进会场 舞台桌上放着国旗 赖金的小美金同框 就是为了国际媒体的联合记者会 一开场就用全英文之词展现诚意 赖金的要跟台下一共28国 128家外媒217位的媒体功夫者 面对面沟通 台湾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 和平有理想但不能有幻想 接受中国一个原则的主张 那不是真正的和平 一连六题连续提问 包括美国 日本 英国 澳洲等媒体 主要关心的就是两岸议题 还有对美关系 我们追求和平是靠实力 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意 侵略者的善意是靠不住的 国际上的信任 包含很多国际友人 对蔡总统的信赖 是长时间累积的成果 我们也会带着同样的信任 以及长期所累积的这些经验 来投入未来的工作 赖萧佩通过外媒镜头 再次向国际说明外交政策 华人新闻权人物计划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